本门所有史料均来自于特工王戴利一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。 但是,许多人对于戴利的评价说,戴利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狗,但是蒋介石对于戴利有之欲之恩,如果不是当年蒋介石一眼相中了戴利,也许戴利还是在乡下的一个小混混,整日出没鱼的打赌场。 所以戴利对于蒋介石的忠诚,一是出于军人的忠诚,二是报答蒋介石的知欲之恩,戴利自从进入军筒后,就只听蒋介石一人的命令。 当年戴利的结拜兄弟王亚乔自杀蒋介石,蒋介石让戴利前去抓捕,戴利丝毫没有念及当年的兄弟恩情,先抓了王亚乔的手下,然后抓了这俩手下的妻子,一番言行逼宫,知道了王亚乔下落,派特务直接杀死了王亚乔。 蒋介石对于戴利也是格外信任,将当时最大的特务机构全权交给了戴利,而一件事也证明,戴利对于蒋介石确实忠心耿耿,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根本没想打日本人,所以和张学良合力上演了不抵抗事件,结果这件事就张学良一人背锅,张学良为了挽回颜面,直接抓了蒋介石。 逼迫蒋介石联合抗日,国民党群龙无首,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两个声音,一方是以宋美龄为首的主战派,一方是以和英勤为首的主战派,两方各执己见,丝毫不退让,后来宋美龄摆出了家子,逼迫主战派退让,国民党内部的意见才逐渐同意,但是让谁去谈判,让谁去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。 此时的戴笛最为交集,面对蒋介石个人的安危,戴笛几次差点失声痛哭,后来胡忠南给了戴笛一封电报,这才让戴笛静下神态。 电报里胡忠南说,蒋介石没有危险,现在各方人士都在主张和谈,你与张学良有交际,不如你去救校长,以我所见,你去没有任何问题。 而且还有一个救驾之功,戴笛亲同了胡忠南一届,准备亲自前往救出蒋介石,此时的宋美龄已经准备前往西安去与张学良谈判,戴笛主动向宋美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 想要前往西安,就出蒋介石,没想到宋美龄一听,马上回绝了戴笛的意见,她认为戴笛名声太臭,在别人印象了太过于狡诈,她前去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 但是戴笛坚持要去,就趁着宋美龄登机飞往西安时,躲到了飞机的厕所里,等到飞机升空,戴笛走了出来,向宋美龄再次说出想法,此时戴笛已经在飞机上,宋美龄只能答应戴笛一同前往,后来蒋介石被安全救出,而戴笛也因为这次营救,被蒋介石大家赞赏。 Zither Harp